這個廁所的圍欄拆掉了 變成兩個尿盆 為什麼呢 因為Bubble是一隻非常愛乾淨的狗狗 牠會在一個尿盆上尿尿呢 在另外一個尿盆上大便 但這個地方就是牠的廁所 所以牠每天就會到這邊來 上廁所 但是尿尿在一個地方 大便在另外一個地方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霸Google 今天我們是來拍攝 大小便訓練的序集 當時呢 我們的主角呢 是一隻查理士 那時候呢 拍攝的時候牠是兩個月 現在呢 已經一歲兩個月了 就是一年前 那當然因為那時候呢 有這個小狗的 教這個幼犬呢 上廁所的方式 但慢慢的呢 我們這個廣大的粉絲呢 都開始在問 小時候照這樣教都沒有問題 可是呢 後續狗狗慢慢長大了 好像就有一些 行為的問題發生了 那今天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Bubble 長大之後 甚至牠的過程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讓大家對於這個狗狗大小便的訓練 能夠更清楚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我們的Bubble 嗨 Yeah Bubble 這個呢 現在是一歲兩個月的Bubble 看我們這個Bubble Bubble 嗯 現在是美女了 但是要記得 叫爸爸媽媽不要餵太多 現在看起來 好像 我要減肥了 哈哈哈 過去這邊呢 Bubble家這邊 是有一個圍欄的 我們一直有在教幼犬的生活呢 準備一個圍欄是最好的 就是一邊是牠的床 一邊是牠的廁所 那牠的圍欄裡面的時候呢 就可以到尿盆上上廁所 然後在牠的床上睡覺 那出來的活動的時候呢 就有另外一個廁所主人會帶牠去 重點就是在這個圍欄裡 牠的命中率是否是高的 在這樣子的範圍內 牠是不是都能夠在對的地方上廁所 所以其實我們環境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 依照這樣的狀況 讓牠在這樣的圍欄裡面 來專心地來觀察 牠上對的次數高不高 就算今天有上錯 重點是什麼 有沒有上對 如果有上對 出來 因為小朋友嘛 出來牠玩一下然後就尿尿 你說牠才剛尿完 怎麼出來就會亂尿 就是小孩啊 對不對 情緒激動的時候 就會尿了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可以教大家判斷就是 如果呢 牠是這樣圍一文 然後開始找 開始轉圈圈 然後尿尿 那可能是牠在挑地方 可是如果你發現牠就是 好高興喔 玩一玩突然 蹲下去尿尿 那就是 所以你可以去分辨 牠忍不住 還是說牠真的在挑地方 好 慢慢的當然 牠們就把這個圍欄呢 經常性地打開 甚至圍欄之後要拿掉 那拿掉之後呢 牠們會在這邊先放一塊尿盆 因為呢 在過去的時候 這邊圍欄裡是有尿盆的 所以Bubble呢 牠還是會經常回到圍欄裡面的尿盆上廁所 可是慢慢會發現 這個尿盆上廁所的次數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開始是Bubble活動的地方 那我就跟牠說 差不多這邊可能可以撤掉 因為這裡對牠來說慢慢長大 這就是我活動的範圍 我們有講過 狗喜歡在比較遠一點的地方上廁所啦 或是踩起來感覺材質不同的地方 所以小時候牠可能會在這個地毯上 後來慢慢牠已經不在這邊上了 那我就知道這邊就可以撤掉 撤掉之後 好啦 問題就來了 好 比如說今天小朋友在這裡玩玩玩 啊 高興 哎呀 我想要上廁所了 哎呀 糟糕 因為有距離 尤其呢 尿尿經常會因為情緒的反應 牠會不小心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請主人幹嘛呢 大概白天 記得喔 白天大概2到4小時內 你都要隨時就帶牠去一下廁所 跟牠說 Bubble上廁所要尿尿喔 欸 牠尿了就鼓勵牠 欸 說實實 那實快 剛剛在講解解說的時候 我們Bubble小姐呢 欸 馬上去表演了 大便跟尿尿 我們先去看一下喔 喔 就是這裡 喔 當時 我把Bubble放進去的時候 牠就在這裡表演 正確地尿了一泡尿 但你看現在呢 這個廁所的圍欄拆掉了 變成兩個尿盆 為什麼呢 因為Bubble是一隻非常愛乾淨的狗狗 牠會在一個尿盆上尿尿呢 在另外一個尿盆上大便 但這個地方就是牠的廁所 所以牠每天就會到這邊來 上廁所喔 但是呢 尿尿在一個地方 大便在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也常常講 有時候很多狗狗說 欸 牠會去尿盆尿尿啊 但是大便呢 都會在其他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牠非常愛乾淨 所以牠尿尿的地方 跟大便的地方 牠是希望分開的 所以呢 這個Bubble後續呢 主人就安排了 就兩個尿盆 一邊是尿尿 一邊是大便 現在因為長大了嘛 所以牠比較能夠憋 丟回來這裡上 但是呢 因為今天你看像我們人來 因為牠情緒激動 欸 就很不小心 大便掉到外面 但一樣會有這種機會 不用生氣嘛 牠就是小朋友嘛 對不對 能夠這樣表現 非常好的 我跟你說 當時呢 還發生一件 主人非常崩潰的事情 就是呢 有一天呢 牠們都會請這個阿姨來家裡打掃 結果呢 阿姨打掃完呢 結果可能是忘記或不小心 就把這個廁所的門關起來 找到了 Bubble想要去廁所上 結果門被關起來 那一次關門之後 大概連續三天以上 都在家裡亂大小便 主人說熊爸怎麼辦 我已經花了好多時間 把牠交好了 結果 因為一個阿姨把門關起來之後 牠就開始亂上 那當然我還是跟這個主人說 其實不用太擔心 我知道呢 其實狗狗慢慢長大 就像我們第一集 Bubble在拍的時候呢 牠在兩個多月 對不對 慢慢長大之後呢 牠會開始改變 牠的喜好或者是習慣 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身為主人呢 就要有所包容 那仍然每天呢 鼓勵牠到對的地方去 所以雖然牠那三天都亂上了 然後主人就開始恢復 一樣 早上時間一到 或什麼時間一到 然後就帶狗狗去 然後讓牠在那裡上廁所 鼓勵牠上廁所 那其他的時間呢 就盡量讓牠可以休息 甚至呢 我們有教龍類訓練 牠可以在籠子裡面休息 因此呢 牠在三天之後 就突然說 又好了 開始恢復 然後會到對的地方上廁所 那平常也不會亂上 所以從小呢 主人對牠的 除了這個上廁所之外呢 我們教的什麼社會化訓練啊 然後安排好的休閒活動 主人都非常的認真 所以現在其實對牠來講 很輕鬆 就是帶了一隻乖寶寶 當初花的這些時間 那現在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回報 好 牠跑來 我們有教台子的練習 這個籠子你看 還可以身兼台子的訓練 好 等等喔 好乖喔 等等 等等 好棒喔 乖乖 OK 好 那我們來進籠子囉 進去 你好棒喔 乖乖 所以平常呢 籠內訓練也是要做好 那將來呢 要不要關 就是自己決定的 所以你看 Bubble就是一個非常認真 實踐 熊霸 哭狗 的理念 跟訓練的 一隻狗狗 你看多好是不是 牠是不是要看熊霸 哭狗 不要讓我生氣 我可以說 OK 耶 好棒喔 哈囉 這是Bubble媽媽 哈囉 我是Bubble媽媽 我們上一集的時候呢 這個媽媽還不好意思這個露臉 而且呢 當時呢 這個Bubble才來第二天 我們就見面了 嗯 媽媽覺得要趕快 對牠做一些上課跟訓練 就是那時候找你來上課 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覺得說 狗狗可能要陪我10到20年嘛 對 然後所以我想要把牠訓練成一隻 很乖的狗狗 對 已經很乖很乖 但是但是後來就是我發現 就是你來了之後啊 就是 原來其實 訓練的是人 對 要學的是主人不是狗 對 就是我 因為養貓養了10幾年 所以我對貓就是比較了解 那貓就是很獨立 然後牠自己知道 要上廁所也要吃飯 但是狗狗屋真的很不一樣 牠們真的很需要陪伴 我覺得熊爸教了我很多 就是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事情 比如說 在網路上查到很多資訊 都跟你教的不太一樣 就是你的想法是很新的 很新的 對是很新很新的 不是說不太一樣 因為熊爸也都亂教 不是不是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是會 會有一點就是覺得困惑 那時候我就是看到很多人說 什麼就是狗狗帶回家 三天就學會上廁所 一個禮拜學會上廁所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到底是養到什麼狗 牠是不是很笨啊 但是後來我覺得就是 真的要很有耐心 就是之前有時候我真的會 挫折到很想哭你知道 就是覺得怎麼會這樣 就是我這麼認真的 但真的真的需要多一點耐心 我覺得這段時間熬過來之後 是天堂欸 牠現在真的出去 帶牠去外面就是民宿啊 牠真的就是 把尿布店一放到廁所 牠就是去廁所上 然後牠不會亂大小便 整個變得超級關 就是熬過那一段時間之後 真的就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牠現在真的是 真的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啊 之前牠有一次 牠有一次就是 在我床上尿了兩次 在床上尿尿 就是白天 起來我發現牠尿了一撲 我就把整個床單換掉 然後因為牠都跟我睡嘛 所以晚上的時候 牠又跟我睡 牠又尿了一次 一天尿兩次 我換了兩次床單 我那一次真的好生氣喔 因為我工作一天回來 我真的很生氣 然後 就我知道你有跟我說過 不可以打狗狗 當然我那一次真的氣到 我就拍牠屁股一下 後來我就跟熊爸講這件事情 熊爸就跟我說 牠說 就是真的不可以這樣子打狗狗 因為牠說 牠會不知道牠到底是做錯了什麼 到底為什麼被修了 對牠有可能是因為 牠以為牠跟你眼神對到了 所以被打 或者是 牠尿尿錯了被打 對 不是尿在床上這件事情 尿尿這件事情被修了 對牠可能會有錯誤的認知 就是 從那之後我就 真的懂了 就是 為什麼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其實你可以看 現在Bubble 其實牠除了這樣 牠還學會很多東西 那這都跟牠本身的知性 有關係 所以媽媽從小這樣鼓勵 沒有在處罰 自然狗狗牠其實牠的 身心的狀態都很好 那比較有自信 當然學東西也相對就很快 其實真的很高興 像這樣我們從小看著牠 這樣長大到現在 能夠在這個家生活得非常的愉快 真的也是 有好的主人跟好的狗狗 你每次 我有看到你的影片 你知道每一個影片 你都會稱讚人家狗狗好 是齁 對 那真的很好 所以 結果後來我才知道 我們拍第一集我還不知道 原來媽媽呢 是這個網紅 我看到牠的粉絲專頁 50萬 這到底是什麼數字 我折2萬 好 我是早期啦 早期所以 好 這個叫 你們的粉專叫 蘇花猴愛拜家 蘇花猴愛拜家 對 因為媽媽一直在表達就是 真的沒有後悔養狗狗 養狗狗之後所帶來的快樂 雖然一開始 或是現在有時候很勞累 因為人很累了 這個我們Bubble很有活力啦 經濟完勝 經常就會朝媽媽家跟牠玩啦 但其實就是非常甜蜜的 嗯 好 謝謝大家 謝謝熊爸 好 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熊爸Google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